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离奇的是白宫并没有断然否认 甘于冒着丑闻败露的风险 也要把窃听的触手伸向欧洲后院 美国感兴趣的情报它究竟是什么呢 万万没有想到 精心搭建的美欧情报网络 竟然被用来监视自己 欧洲多国纷纷表达了震惊和不景 事件在持续发酵 而漩涡中心的美国却淡定自若 这一颗不信任的种子 对于美欧关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2013年爆出的美国大规模监听 棱镜丑闻 还有余波 根据丹麦国家广播电视台近日的披露 美国曾经利用丹麦的情报机关 对欧洲重要政治人物进行间谍活动 对象包括了曾经被只遭到解听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 俄罗斯媒体引述美国前防务承包商 雇员斯诺登的说法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对此事十分了解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在伦敦现场 凤凰卫视中英国记者曹杰 美国马里兰现场 布鲁军司协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以及在北京现场 军事问题专家白孟臣 三地连线 解读后院起火 欧洲籍窃听风云声闲戏 周天伦的追踪报道 还有不到半个月 美国总统拜登具账出访欧洲 然而就在此时 包括丹麦国家广播电视台 在内的多家欧洲媒体集体爆料 丹麦情报机构 曾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 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 监听欧洲多个国家的高级政客和官员 其中不乏德国总理默克尔 时任德国外长史泰因·麦尔 以及前德国反对派领袖 史泰因·布鲁克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被爆出 对欧洲进行监听了 2013年 美国防务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 就曝光冷静的美国情报机构 在进行大规模秘密监听 而本次报道则指出 正是在冷静丑闻之后 丹麦国防情报机关高层 秘密进行了内部调查 并发现部门内的情报人员 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有监听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 2019年丹麦亲政府上台后 美国国家安全局 和丹麦国防情报局的合作 就被曝光 丹麦国防大臣布拉姆森表示 不能够接受对亲密盟友 进行系统性窃听 而时任丹麦国防情报局局长的 拉尔斯·芬森 和另外三名相关人员被停职 帮远亲监听禁令 丹麦的这波操作简直就是作死 消息一出 瑞典和挪威的国防部长 就先后发声 要求丹麦政府对此事做出解释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 则在31号公开表态 要求丹麦和美国 尽快给出合力解释 不过这起事件对美国的影响 显然要比对丹麦大得多 事件曝光后 斯诺登就在社交媒体上暗示 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 对坚听仪式其实十分了解 并表示 拜登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欧洲之行 做好充分准备 这对致力于修复 与欧洲盟友关系的拜登而言 可以称得上是雪上加霜 此外 欧洲也一直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心有余悸 美国媒体新闻周刊 就在上月中旬揭露 在美军内部 隐藏着一个世界最大的秘密卧底部队 总人数大约有6万人 在这支秘密部队中 有着不少的网络专家 他们在网络上用假身份进行活动 负责收集公共资讯 甚至参与了不少影响和操纵 社交媒体的活动 国际社会应共同揭露 和抵制美国的网络霸凌行径 不要为黑客帝国的非法行为做嫁仪 美国在窃听问题上 为何屡教不敢 欧洲内部矛盾会否因此变大 鉴定事件会否让美欧关系雪上加霜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好 朋友和利益究竟哪方面重要 恐怕对于不同的国家 也有不同的解读 在伦敦的现场 马上连线一下曹杰 关于这一次的所谓的爆料的事件 我们知道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 它实际上发酵了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其中我知道你也接触了 包括这次爆料的始作俑者 斯诺登的团队 所以你了解到的一些事件的细节 和它的内幕是什么 曹杰 是 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起 八年前当时就追踪 斯诺登这个泄密冷静事件 当时也是作为记者 想追踪看看能不能有机会 采访到斯诺登或者是 其他的核心成员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他们的核心成员 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真的要做采访的话 那我们需要认真的对待 那如果讨论这个问题呢 不能电话说 也不能够在英国见面 当时他的工作人员 还是在 协作人员还是在英国 但是我们决定选择去德国见面 你要跟我一起到德国去 我指定一个地方去见面 来谈一谈这个采访的计划 这个当时我听到这个安排之后呢 也是非常的吃惊 我想为了一个采访 还要去这么远的地方 但是后来呢 还是就配合来见一面 这是一方面 那除此之外呢 当时呢 斯诺登的另外 话题另外引发的一个人物呢 就是维基解密 当时的创办人阿桑吉 当时他还是被藏身在 俄瓜多尔驻英国的使馆 同阿桑吉当时做采访 还有之后呢 后续的一些报道呢 我们都是没有办法 进到俄瓜多尔使馆里面的 都是也是同他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的助手呢 一起在外面沟通 那沟通的方式呢 应该现在想起来呢 也是这些这群人呢 都是非常防范 这个被监听被监视的问题呢 通常呢是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手机短信 用非常简短的方式 用这个泛泛的语言来表示 我们是不是应该见面 或者是今天在什么地方见面 或者呢就是指定一个 具体的方向 我们在那个地方 到时候再见面来谈 这个交流的话题 一般来说呢 见面的地点呢 都不会是这个非常披靡的地方 而是非常这个热闹的地方 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啊 刚开始是想选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后来对方呢都是表示说 越热闹越好 这样的话呢 越操大越好 另外呢在这些消费场所呢 不要用银行卡支付 最好是现金交易 现金支付 结账是最安全 他们最希望 找到这样的地方 现在回想看来呢 其实这一切呢 都应该和他们防范 被情报机构监听追踪呢 有密切的关系 那除此之外呢 关于英国啊 英国的政要对于窃听这个问题呢 我们知道呢 英国是五眼联盟的一个成员国 但是英国的政治高层呢 是不是被窃听呢 这几年其实听到的并不是很多 最近的比较多的呢 应该说是之前的英国的前首相布朗 他承认呢是被窃听 但是这个窃听呢 究竟是被当地媒体窃听呢 还是被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窃听呢 其实他没有说的更多 但是另外一个首相啊 前首相啊 他的前任呢 布莱尔呢 当时就说得非常清楚 布莱尔说他上班 在唐人街时候里面 上班的时候呢 他绝对不戴手机 有话呢 有重要的事情呢 当面谈 所以说这些体现出啊 英国的政治高层呢 其实对于窃听这个事情呢 一直是小心谨慎 防范为上 好 谢谢曹杰 从曹杰刚才一番的说辞当中 我们似乎感受到 对于欧洲的各国的政治人物来讲 好像窃听 永远是一块阴影 盘根在心里 事事处处都要小心啊 北京现场 白孟城先生 我们就这一次的丹麦的媒体啊 他所报道的 就是关于丹麦的情报机关 协助美国的情报机关 来去监视欧洲的各国领导人的 这件事情 其实很有意思 他曝光的是有四国的领导人 但这四国并不包括英国 所以你怎么来去看待 这起事件当中 每一个国家 为什么会有这些选择呢 实际上我们说 从丹麦的窃听啊 主要还是立足于丹麦的这个 等于国际光纤的节点 所以呢 这一次我看到丹麦方面 据说是应该有 大概35个人的一个小名单 那么这个名单呢 应该主要还是涉及到 这个就是光纤跟丹麦相连的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他跟英国卫报 那么刚才黄老师讲的 英国卫报当年应该据说 有一个200多人 的一个巨为庞大的名单 那么跟那个名单的规模来讲 应该相比是比较小的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说肯定受到 比较大威胁的 应该还是跟丹麦接壤的 比如说德国 所以我们看到德国 这一次整个的反应 还是很大 因为我们说对于美国人来讲 欧洲的情报机关 包括丹麦这次 爆出来的国防情报局 实际上还有 德国自己的联邦对外情报局 当年都是美国的NSA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窃听欧洲的帮凶 那么德国人自己呢 对这个BND 就是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调查 到2015年 因为各种原因就暂停掉了 那么但是当时实际上 德国国内包括欧洲的媒体 都认为德国的BND 也是美国的帮凶 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 欧洲的每一个国家 那么包括我们说 无论是五眼联盟的英国 还是像法国和德国 这样的情报机关 或多或少 都要受到美国方面的影响和控制 然后参与到整个庞大的 这个当年所谓的冷静门 就是这个对欧洲窃听里面来 那么没有人可以免责 也没有人可以逃过 那么当然了 我们说这种窃听呢 它必然是有一些具体的 针对对象 那么从之前 德国爆出的一些情况来看呢 这个窃听我们说 既包括像这次35名单 这种政要 还有很多是欧洲重要的 比如说是经济啊 或者是教育啊 或者是外交人员 那么这些人或多或少 都要遭到窃听 而且我们说美国 因为它本身在互联网上面 拥有比较强大的 这个信息的收集 我们说或者是抓取的能力 同时呢 它长期使用计算机 对海量的信息 进行一个基本的出筛 然后把出筛出来的 比较详细的信息 再拿来给人员进行分析 因此呢美国有能力处理 从欧洲获得的 我们说可能每秒 就已经是多少多少T以上的 这些数据 美国有能力从中分析 或者说是抓取出 自己所需要的片段 然后对这些片段 进行相关的处理 那么这个能力 其实欧洲国家都不具备 因此呢我们说 欧洲这些情报机关 或多或少都要依赖 美国提供的一些 情报方面的信息 所以他们自然也要配合 美国对整个的欧洲 进行窃听 即便这个窃听对象 包括这些情报机关 所在国的重要 好的人 对 所以这些 所在国的领导人 事实上他们并不知情 而他们听到了 这个消息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都是 觉得荒谬 震怒和不解 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 在这个事丑闻爆出之后 白宫也回应了 没有断然的否认 李承主任 这个是似乎美国方面 并不担心这件事情 对于美欧的关系造成的影响 我不知道您怎么来分析 这件事情它究竟会不会 对美欧关系造成冲击 首先呢 这并不是什么新闻 在Snowden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事情 当然它有一个新的角度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事情 尤其是拜登呢 在过几个星期的 叫访问欧洲 而且呢 他的团队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把改善于同盟国 尤其是于欧盟 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 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 这当然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挑战 但同时呢 我觉得呢 我们中国的很多观众 或者读者呢 往往呢 夸大了 这个美国跟欧洲国家的 同盟国的关系 尤其是认为是铁板一块 实际上情况呢 就非常复杂 这个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 和美国第一的 这个对外政策呢 已经是和跟欧盟的关系 跟欧洲的关系呢 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当然呢 拜登上台以后呢 尤其是要建立 反对中国的冷战式的联盟呢 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个关系 但是呢 就是在拜登就职的 这个几天以后呢 实际上德国的 莫克尔的总理呢 就明确表示 他非常希望的避免呢 建立对抗的阵营 而且呢 他认为呢 他同意这个习主席讲的话 同时呢 德国的对外政策呢 他有更多的独立性 以他历史的原因 和文化的原因 即使是跟美国关系 非常接近英国首相 那个Johnson的实际上呢 也说过 美国呢 绝不会 绝不能卷入呢 与中国的新人战 当然呢 这个欧洲国家呢 在民主和人权 以及新疆和香港问题上 跟美国呢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欧洲呢 在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方面的 合作的必要性呢 比美国要看得重得多 同时呢 对核不扩散 和气候变化等其他问题呢 都有独立的见解 所以呢 许多欧洲国家 更倾向于在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呢 保持一个同等距离 这是一个非常 互动的 并不是禁止的关系 最后我要讲的呢 实际上我们信息呢 是不对称的 当然中国媒体呢 和西方呢 在欧洲的一些媒体呢 报道了这事情 但是呢 美国的主流媒体呢 对这个报道的是很少的 而且我估计呢 在这个事情呢 尽管重要呢 但是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当中 尤其是拜登访欧的时候呢 并不一定突突的强调 而更多的其他一些问题 战略的 经济的 和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可能占主导地位 所以我们不能够 脱开这个媒体 和信息的不对称 来看这个问题 对 好 谢谢 白孟诚先生 说到这个时间点 非常有意思 刚刚李成教师也提到了 拜登马上就要对欧洲 进行访问 这个时间点 而且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纠纹了 关于这个窃听的事情 从斯诺登开始爆料 一直到这次丹麦媒体的发酵 这一次呢 差巧又选择 在欧洲的各国 其实都面临着一些 政治方面的变化 所以你怎么看 这个这件事情重新发酵 它的时间点 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它对于美欧之间的 情报网络的合作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美欧之间的 情报之间的这种合作 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至少在表面上不会 因为我们说 美国跟欧洲 在情报收集能力上面的 差距是很明显的 举个例子 德国的BND 德国的对外情报局 大概有7000名雇员 美国执行 主要窃听任务的 美国国家安心局 有3万名雇员 整个美国的情报体系 大概有84万5千左右的雇员 那么所以说 美国的 在全世界的情报网络 它能够获取的信息量 远超过欧洲所有国家 情报机关相加之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的这些国家 在反恐或者其他一些问题上 必然要依赖美国 所提供的很多的情报信息 所以说这些国家 不能够脱开 美国情报机构的影响 甚至我们可以称之为 一定程度上的控制 所以说即便有窃听 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说这些 美国和欧洲 各个国家情报机关之间的合作 不会受到什么太多的影响 而且我们讲 在斯诺登爆料的时候 其实已经指出 欧洲这些国家的情报机关 无论是德国的BND 英国的MI6 包括我们说 法国的这个对外安全局 或多或少都参与到了 整个的窃听体系里面 所以我们说 这些国家的情报机关 并不干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情报方面的联系合作 长远的关系 和以往的一些过去的恩怨 都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 当然了我们说 相信这些国家 都会把更多的力量 放到国内的安全方面 那么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限制美国 对这些国家政要 和其他领域的窃听 但是美国的窃听的能力 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我们说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发出这个相关的信息 很大程度上 就像刚才讲的 是因为拜登要去跟欧洲人 这些领导人去见面 那么要把这个议题抛出来 然后呢 要让美国知道 他自己做的很多的 我们说可以说是 不正面的事情 欧洲人是知道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增加欧洲的这些领导人 跟美国进行讨价 还价的一些相关的筹码 当然对于拜登自己来讲 虽然我们说 这个相关的事件 爆出的时候 是拜登在位 而特朗普不在位 但是拜登可以把它 视为一种 特朗普式的 破坏美国和欧洲之间 关系的一个例证 那么借此呢 反过来论证自己 要跟欧洲这些盟友 修复关系的论点 所以我们说 这个在这个时间段 抛出这个相关的信息 当然可能欧洲人 得分最多 那么美国人的失分呢 其实也不算太大 而我们说 对于像中俄 这样的国家来讲 那么应该把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警钟 那么美国 对于他这些盟友 既然进行如此大规模 如此强大的窃听 那么对于中俄 这样的国家来讲 那么窃听的触角 包括我们说相关的投入 一定是远大于美国 对于欧洲这些 我们说西欧的 包括我们说法德 这些国家 所投入的资源 所以说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时刻 可能泄露的信息的数量 应该来讲 是相当巨大的 那么或者我们可以说 亡羊捕牢 为时不晚 如果不能够敲响 这个方面的警钟的话 那么未来 我们在政治 经济 外交 甚至是经济上面 可能都会受到 美国窃听的影响 好 谢谢 这样这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观察角度 李生主任 我们看到 这个在情报收集 包括网络兼听领域的 复杂博弈 它不仅仅发生在 大国的对手之间 它也发生在盟友之间 既有对抗 也有合作 所以您怎么来看 这种所谓的情报渗透 这种网络对抗 对于当今的 这个国际政治局势 包括政治秩序的影响 这是很好的问题 实际上 由于通信技术的 迅速的发展 实际上不仅是在 国际上有窃听 在国内 好多国家都发生了 同样的事情 包括美国在特朗普的时候 它老实在说 别人在窃听它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闻 其他的领导人 也都会这样 所以刚才讲到的 欧洲的一些国家领导人 他们不仅是对美国有防备 对其他一些国家 对它本身 它的政敌 都会有很多防备 但这里边 不仅是一个窃听的问题 刚才你提出一个 网络安全的问题 而且是对大国来讲 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事情 它不仅是有隐私权 同时有实体的安全 有金融安全 有通信的开放 时代当中 怎么来处理好 很多新的挑战 那么美国媒体 最近几年 或者更长时间 一直认为 俄罗斯或者中 对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这是不公平的 但在问题上 确实我们都 大多位大国 刚才你提出了 都面临着网络空间的恐怖主义 互联网的犯罪和信息时代 电子商务 以及数字时代的金融风险 所以包括对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的广泛的应用等等 所以这些问题 都应该提到意识上来 实际上 大国也不仅是获益者 但同时也是受害者 因为只要一台电脑 一个手机 有时候就会发生 很大的攻击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 我觉得更值得探讨的 是大国之间的合作 但是很遗憾 我们并没有看到 好 谢谢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聊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刚刚在上一节谈到 大国之间的情报网络的 对抗与合作 往往是不分敌我的 这种事情同样也发生 在英国和美国之间 来在伦敦现场操结 就你的观察 英美之间的这种 情报网络的合作 是不是也有某种 相互渗透和相互对抗的成分 它们之间的现状是什么 我觉得在欧洲来说 英国应该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美欧之间的这种关系 尤其是情报方面的合作 或者相互利用 可能放在从欧洲大陆相比 英国是显得更加的紧密 更加的相互之间的配合度更强 因为我们知道 在1946年的时候 英美就签订了一个 通讯合作协议 那就是为了之后的 五眼联盟奠定了一个基础 当时双方就是秘密达成了 就是说英国 从地理上就是负责来监听 有关于当时的苏联的西部地区 中东还有欧洲大陆 还有中国的香港 这些的监听范围 都是英国做出承诺 来配合整个情报收集的工作 那此后这样一个秘密协议 其实英国政府一直是会莫如生 我们知道2010年的时候 英国才允许民众 在国家档案馆里来看这些资料 大家一看 原来当时英国的情报收集 已经具体到 对于苏联的当时的小镇上的老百姓 对于政府取消免费公交的民意的看法 还有一些对于政府的一些管理政策 包括上街能不能唱歌 这些非常细小的问题 都已经调查得非常非常仔细 所以说当时英国人也知道 原来英国在情报共享方面 是做出了很大的 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显得也更加的突出 其实想一想 在最近半年里 有关于英国是不是采用 华为通讯设备的问题上 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 来了伦敦很多次 那一直放很快 约翰逊政府也没有同意 但是最后一次 美国方面提出一个什么要点呢 就是说美国可能放弃 同英国的情报共享 那之此之后呢 我们看到约翰逊政府态度大转弯 所以说这些起见处 情报共享对于英国来说 是核在的重要人人 好 谢谢曹杰 谢谢孟晨 也谢谢李城主任 凤凰全球连线 明天见 谢谢李城主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